大家好 我是希希 希希現在在診所 所以不可以太大聲 我現在在三個字幕裡說 你們看 今天希希呢 其實我是已經第三次來到這邊了 我已經來過兩次 我不知道有沒有女生跟我一樣 或男生 其實我膝蓋有 沒有辦法久站 而且是只有右邊膝蓋 然後久站之後會很不舒服會痛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一定要來這邊就是來看看 那因為我已經來過兩次 真的還蠻會弄的 所以我希望這次可以來記錄一下 我的治療過程 然後也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吧 好 老師我又來了 那妳最近最近有什麼狀況嗎 最近喔 就是還是一樣就是 腿膝蓋這邊會有點不舒服 會乖乖的 沒有辦法再站很久 我等一下幫希希看 等一下在哪些動作可以把它誘發出來 因為像我這邊做治療的話 或是希望我在當下可以誘發出你的舒服感 然後在做完之後 被誘發出來的東西可以弄不見 這樣子就可以知道 好 先點擋上癢盤好了 好 妳平常是覺得膝蓋下雨痛對不對 這裡 對 對 這個地方 好 腳放鬆 這樣會有感覺嗎 沒有 沒有 這個比較會 這個比較會緊 所以位置是有點像平常不舒服的位置 對 對 腰部的話妳平常躺久會不會被腰緊繃 或是腰空空的 對 就是腰會空空的 所以現在還是有腰空空的感覺 其實還是會耶 對 因為我最想要就是把 還是要墊起來 所以現在腰就很空空的感覺 反正我等一下處理兩個就是一個 腰空感和那個 膝蓋過度伸直的重複的感覺 通常呢 這種腰空空的感覺啊 它是來自於說 這邊的肌肉太緊啊 這條肌肉太緊 所以 我看可不可以把這邊放鬆掉 妳看腰空感會比較好一點 有有有 很痠 很痠 這邊呢 是它的胸最長頸 因為這條肌肉它從這裡長到這裡 然後 它太緊的時候會縮短 所以到這邊就有空空的感覺這樣子 喔 因為我覺得外來 都要撐在什麼姿勢上面 對啊 一直凹那個腰出來啊 屁股要翹啊 所以那是要撐出來的喔 那不是實際的喔 哈哈 這就是媽的非常性感 難過 就會有人問說 欸 謝忻 為什麼屁股可以這麼翹 我說 因為我骨盆前傾 他就說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骨盆前傾 我說不要 哈哈哈哈 這一點都不好 對不起 要讓觀眾看到我的臉 剛剛上半部都是那個 三個字 大家會以為來錯頻道 剛剛三個頻道 FIT 稀稀這樣 這裡又 妳這手放頭上 手放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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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癢 好想 就是我有些睡姿我是覺得很舒服 但是好像不是正常的睡姿 其實我會覺得睡姿啊 不是一個難可以控制的東西 妳就睡著妳要控制什麼 所以妳不用管那個睡姿 睡姿是說 會覺得很多人會喜歡睡得比較扭曲 或是喜歡側躺睡 或不是側躺睡 因為是因為他們背會不舒服 你知道我怎麼睡 對 我幫我盤腿睡 好猛喔 對 對 對 然後踢背子這樣 哈哈哈哈 你在睡夢中休息對不對 我… 我已經打住了 還有一點怪怪的嗎 空空的 有 有 推很多耶 推很多還對 其實推很多耶 其實我覺得那是看感覺文竹 就是妳自己的感覺有沒有覺得貼皮 這個痛完了 就這個 好…就這個 先不用 好痛喔 那種地方 好痛痛 好 感覺是比較好的還是差不多 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 好 就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你剛剛在玩我 是不是 比較早啊 可是那通常你這樣輕輕按啊 會痛的地方 就表示有問題 有問題 可是不一定是那邊的問題啊 它有可能是被影響的 這種東西會很看貼 而且妳的狀況不是 妳的狀況不是常見那種 不是一般人會有的 所以就需要 重新的大搜索一下這樣子 應該有很多運動員來找妳 不會啊 那他們會很難按嗎 不會不會 好痛 這裡 這裡 真的難按的不是運動員 運動員他們 你們會想說肌肉狀的人 就比較難按 不不不 肌肉狀要是健康的人 他們肌肉是有彈性的 有問題那種很難按的其實是 那種工程師相關的最慘 那會說難按其實是硬茫茫的 看我會很硬 那個的話它壓起來都很痛 我去看別的醫生都不會 這麼仔細的 這也是自費的 哈哈哈哈 就一個小時嘛 需要認真看啊 就一個小時認真看 要思考啊 欸這樣我可以 我可以拍一集你的 行動整個字 但是是特殊情況者 可以啊 可以啊 又癢又痛 可是是不是要盡量讓身 好痛 讓身體放鬆才能讓你找到 有沒有你這樣就OK啦 這樣就放鬆 我這樣就OK 對啊 我現在好痛 我現在好痛 我現在壓一下而已 你自己覺得有什麼原因受傷嗎 自己是沒有想到的對不對 你自己完全不知道 完全沒有耶 其實我剛剛從開始壓到現在那個 雖然小腿這邊 就感覺這些壓超痛 可是小腿壓不同點啊 爸爸先這樣就好了 好 那種 你再講一下 不講的 你這次放啊 你用手 你就這樣放好看 好 然後因為它骨杯從自己長到這裡 所以它跟你的腰公改 會有部分的關係 有啊這個你有做 有有有 就這個 那你現在多一個這個 差不多在這裡 這樣 這裡 對 靠著 有有有有 就這樣子 感到痛 另外是你小腿 你小腿來這邊 那你就把球放在 然後腳上球是床越 然後就放在這裡 靠著 這樣 這樣左右抖 然後你這樣左右抖 然後你可以在一點內側 就是轉內側 會更有 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甚至腳伸直一點到這裡 會這樣 會更到上面的位置 看你就哪邊側上那種感覺 有 對的方向的話 應該長組還是它是 就比較可以久戰 好 那就這樣子 謝謝 那就要看吧 其實其實大部分的資料 都是需要這樣子 真的太難解了 它就是 因為很多人他們的問題 就覺得好像這輩子都解不了 那真的就是需要慢慢的 抽絲剝解去找一下 看什麼問題這樣子 好 OK 就這樣 謝謝 穿著 這是一隻崭新的腳椒 哇 我覺得這邊真的是太神奇了 不是說那種什麼怪力亂神的神奇 而是老是真的會找出問題 像我居然沒有想到膝蓋的問題 居然會跟小腿有關係耶 哇賽 所以說我覺得這邊真的是 我這樣好像在業配喔 我是自己因為朋友推薦來 所以才過來看的 然後這個問題其實困擾我很久 我一直以為 我膝蓋這樣子不舒服 是不是因為 我久戰姿勢不良 還是說遺傳 但沒有想到原來 欸 物理治療就可以找出這個問題在哪邊 如果大家身體有什麼奇怪不知道 找不到原因 然後你一直去復健 或是做什麼都沒有什麼用的話 其實還蠻推薦大家來 就是物理治療的 嗯 真的非常推薦 還是很厭配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那就先這樣子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